今天早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每一年在神学院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要讲道学,讲道的艺术 每一个学生都要准备十篇道 然后一年内要对一群导师讲道至少五次 而今天早晨 我们就要请一位学生来对我们讲一篇简短的道 他是来自中国香港 一起欢迎圣刚 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位圣经中的风云人物 原本的他是懦弱,没有信心,惧怕 但后来的他却变得刚强勇敢,充满力量 他就是积淀 那么他的生命为何有如此的蜕变 为什么当他在遇见神之后 生命能变得如此刚强 甚至带领以色列人击杀数万的蜜甸人 神到底在他身上做了什么样的工作 我们来看第一点 神话语的功效 我们一起翻开圣经诗诗记六章十二节 神在这里第一次对积淀说话 神说,大能的勇士啊 耶和华与你同在 但积淀的回答却是 主啊,你若与我们同在 我们何之遭遇这一切呢 现在你却把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 这个故事的开始 是以色列人长期受到米甸人的欺压 于是他们开始呼求神的拯救 神就拣选了积淀 所以耶和华在这里 对积淀称呼是大能的勇士 可是你会发现 积淀的回答 一点也不像大能的勇士 反而像一个懦弱 抱怨的人 是神弄错了吗 其实不然 接着看十四节 耶和华第二次说 你靠着这能力 去从米甸人手里 拯救以色列人 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 积淀说 主啊,我的家 在马拉西支派中 是至贫穷的 我在我父家中 也是至微小的 这时的积淀 心里还不相信神 他也无法宣告出神的话 但是 神没有放弃 也没有责怪他 这里反映了 积淀的一个事情 一个问题 就是他没有健全的形象 但是 神继续地鼓励 建造他的信心 塑造他的形象 就是积淀神儿女的 Immagode 神的形象 Hallelujah 神第三次 在这里 又告诉他说 我与你同在 你就必击打米甸人 如击打义人一样 你会发现 圣经这么多的对话 无论积淀 多么的软弱 神的慈爱 怜悯 一直伴随着他 并且 一次又一次地 提升他 后来 积淀 开始相信神的话语 生命翻转 甚至带领以色列人 击败了米甸人 在那个世代 神用他的话语 一次又一次地 改变了积淀的生命 教会 在这个世代 我们同样可以 一次又一次地 对我们的环境 宣告神的话语 因为神 可以改变 Hallelujah Amen 马可福音11章23节说 无论任何人 对这座山说 挪开此地 投在海里 只要他心里不疑惑 只信他所说的必成 就必给他成了 赵荣基牧师 也经常地鼓励我们说 要时常宣告神的话语 因为神的创造能力 是通过我们口中 所宣传 所宣告的话语 释放出来的 哇 何等奇妙 今天的生命 有这样美好的改变 第一就是因为神的话语 那么第二呢 我们接着来看 诗世纪六章34至35节 说耶和华的灵 降在祭奠的身上 他就吹脚 亚比一与谢族 都聚集跟随他 我们看见 当祭奠相信神的话语 开始按着神的心意 去行使 神的灵 就降临在他的身上了 不管祭奠 以前的形象 是多么的不好 一旦神的灵 降临触摸他的生命 进入到他的里面 他的生命 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哥林多后书 三章十八节也说 我们众人既然 敞着脸 得以看见主的形象 如同从镜子里反照 就变成主的形状 容上加容 如同从主的灵 变成的 这里的经文就告诉我们 当圣灵运行在我们的生命中的时候 他可以打破一个旧的形象 为我们塑造出一个新的形象 而且是容上加容 哈利路亚 赞美主 哈利路亚 经文这里说的变成 就是Metomofo Metomofo是什么 就是蜕变 好像毛毛虫变成蝴蝶 蝴蝶很美丽 我们都知道 但是 当它变成蝴蝶之前 它只是一只 只会爬在地上 什么也做不了的毛毛虫 但是 当它的生命 进入到一个蜕变之后 它的生命 变成了飞在空中 美丽的蝴蝶 蜕变的过程 这就是蜕变的过程 这个时代 圣灵充满帮助我们 从旧的生命 从这地上的生命 蜕变成为天上的生命 哈利路亚 喝的美好 我会想到 在我的曾经 我没有将我的生命 交给主的时候 我的生活 荒诞 放荡不羁 很多人都不喜欢我 我妈妈一开始 对我的这种个性 和品性 也非常的伤心 我很多次看到她 默默流泪地为我祷告 因着神的话 她没有放弃 对我生命 美好的期待 每一天在祷告当中 对我的生命 说神的话 宣告神的意识 就在淋巴里 我今天的圣灵充满 我的心被改变 我开始认罪悔改 当神告诉我说 孩子 你起来吧 你的罪舍了 我的心再次被融化 正是圣灵 一次又一次的更新 改变了我以前 不好的生活 让我的生命经历了 蜕变 重生 哈利路亚 Praise the Lord 感谢主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今天 能从神学院毕业 站在这里分享 之后回国服事教会 也正是因为 有神的话 和神的灵 给我所带来的改变 和突破 弟兄姐妹 今天无论你 遇到了怎样的黑暗 逼迫 软弱 我们不要放弃 永远永远的 都不要放弃 让我们继续相信 宣告神的话 让圣灵充满帮助我们 因为神在积淀的身上 带来的蜕变和改变 同样在你的身上 也会发生 哈利路亚 Praise the Lord SOT的同学们 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我相信 借着神的话 和神的灵 我们前面的道路 一定会像黎明的正午 越走越光明 让沉睡的灵魂 都苏醒吧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Come on Let's give Shen Kang a big round of applause 热烈掌声 谢谢 Shen Kang 讲得非常好 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Amen Come on Let's give Shen Kang a big round of applause 再一次热烈掌声 Wow Wow